嗨,弟兄姐妹早上好,欢迎大家第一次的来到我们线上每日灵修。 那今天呢,我们要来看一个主题为新的一天,新的一天。 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一首歌,曾经在教会常唱的就是,哦,新的一天,哦,新的一天。 不晓得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,当我们想到每一天要过新的一天的时候, 我们是否会觉得心里面充满着那种喜乐而充满有目的的那种喜乐? 还是我们每一天一想到要过新的一天的时候呢,就忧愁又或者是犹豫不定呢?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当中,我们的生活里面是颠倒的。 在这个颠倒的当中呢,也许我们要面对生活上的新生活常态, 我们要面对新生活常态上的工作,又要面对网上的学习,种种的种种。 在这种种种的种种里面,好像这个疫情的当中,使得我们迷失了方向, 捣乱了我们的生活,也捣乱了我们自己,迷失了我们自己。 像这种这样的情况里面,我们要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呢? 我们能够怎样的开始新的一天,才能够每一天活得有意义? 在有意义的生活里面充满着喜乐盼望呢? 首先第一,我们要过新的一天,那就是新的一天要从等待神的指引开始。 新的一天要从等待神的指引开始。 诗篇第五篇第一到第三节,他说, 耶和华,求你留心听我的话,顾念我的叹息,顾念我的心思。 我的王,我的神,求你倾听我呼求的声音,因为我向你祷告。 耶和华,求你早晨听我的声音,我要一早向你成名,并且迫切等候。 第八节,他说,耶和华,求你因我仇敌的缘故,按着你的公义引导我,在我面前铺平你的道路。 在我面前铺平你的道路,在英文的信息版圣经里面,他其实是在说, 神啊,你来带路,神你来带路。 在这个时候的大卫呢,他的的确确的在等候着,也等待着神来带路,来引路。 在我们每一天要过着新的一天的开始的时候,我们还没有去干活,我们还没有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,我们把我们的需要都带到神的面前来,带到神的面前来。 我们就会发现,我们在盼望的当中,等候神的指引的时候,诗篇第五篇第十一十二节,他说什么呢? 他说,愿所有投靠你的人喜乐,常常欢呼,愿你保护他们,又愿爱你名的人,因你欢乐。 是的,我们这一般等候神的人,就会因为神在带路着,神带着我们路,而充满着喜乐欢呼。 神必保护和赐福那些投靠他的人,我们这一天的生活呢,就会有他来指引,来引导我们了。 第二呢,我们要照着神所指明的方向前进。 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的意思来前进,我们也不能够因为别人所谓我们安排,种种的计划和方向来前进。 我们必须要按着上帝给我们所安排的指引来前进的。 那么当我们按着他的安排指引前进的时候呢,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前方的方向了。 第三,我们要跟随神的带领。 按照耶稣按照神的方向来前进,是必须每一步有跟着他,跟随他的引领。 我们不能够因为环境周遭所发生的事情,而半途放弃了跟随我们的主。 就如亚伯拉罕,他一步一步的跟随神的引领。 神就带领,从他引领的当中,带领他从他的家乡出吾尔。 当他出吾尔的时候,他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。 他也一步一步的跟随神的指导,一步一步的跟随神的带领去走。 直到他走到上帝所应许他之地,就是迦南之地,流乃鱼蜜之地。 上帝说,他要使他成为大国。 神不只是使他成为大国,而要使他身边的人蒙福。 当我们跟随着神一步一步的,他所引领的,他所指示的方向前进的时候, 我们会发现,不只是我们蒙福,身边的人也会因为我们而蒙福。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,盼望新的一天,是你蒙福的一天。 愿神赐福大家!